台湾面板大厂厂长过劳猝死 名医过劳抢救后也失智 近期日本也有26岁医生 因过劳而焦虑轻生 引发社会震惊与省思 你的脑筋只有两条重要的神仙 就是一个是智力神经 一个是随意神经 你如果随意神经用过度 你智力神经会怎么样 会摸颠 No power 疲劳过度 突然暴毙的人很多 很多人都说什么心脏麻痹 或者是说突然死掉 内脏肌能或是脑神经 人的身体有一个智力神经 比方说你的血会流到血管外面去 那就是说中风啊 脑出血啊什么 这些很多人其实是一种过劳的病 过劳他的身体已经 如是控制 爆肝会吐血啊 会大便出血 或从胃里面出血 或是嘴巴出血 那大部分都是 静脉血管已经快要爆了 但是他如果那一天又疲劳 又发大的脾气 有可能就爆了 肝脏肩负着人体解毒 新陈代谢等重要工作 上班族长期暴露在工作压力中 若没有充分休息 肝不好 恐造成疲劳与迟钝 导致工作压力恶性循环 肝最主要 因为它不是一个有神经痛的脏器 所以它疲劳 它可能从眼睛 眼睛有时候睁开到就想睡 或者是说 你脑筋真的是 很多事情要想也想不起来 或者是脑筋已经真的很累了 或者是你全身的体力已经不行 一个人不行就应该休息 赚钱是为了生活 有健康才有快乐 没有健康的优劳 你一天到晚在看医生 在买药 不是好事 你要谈到内脏功能 吃的药是不是能够真的有帮助到自己 可以治好你的病 有可能是会伤害你的身体 所以说一个人要保护肝脏 必须要找真的有帮助你的 李生普行医多年 自有一套秘诀养肝不报肝 茂蝶之年仍然活跃于医界 我一辈子工作 但是像我从27、8岁以后 每天都是看100多个病人 那个时候三十几岁要做养肝丸 要做药 我从设计到行销到心情到什么这些 所以白天忙 有时候喜欢打球的时候 就是5点要去打球 打完那8点就要回来 要看病 所以这个过劳 我觉得是说 你懂不懂休息 大部分担忧啦 已经处理好的事情 还要重复在脑筋里面一直忙 这些都是多余的 人一定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这个是没错 可是你必须要把你的心情调理好 把你的脑筋让它有充分的放空 10分钟20分钟最要紧是你的工作岗位 你的工作方式你真正的放下 把所有的工作都下当 就把它暂时停掉 我是每天都有做放空的工作 放空才能够让脑重新洗牌 忙了一天下来 就是你的情绪乱 你休息才能够让你的心深静 看清楚你要做的事 健康医疗网记者 郑一芬 潘育乔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